Hello大家好,我是老高 今天咱们讲一个特别火的事情 观众也一直留言希望我讲 潘博文事业 这个事情发生在2019年的8月18号 有一个命名的网友在知乎上发了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叫 不存在的同学 这个文章写的特别好 很有画面感 很写实 特别像小说 而且是一个惊悚悬疑小说 这个文章上来就说 他说我今天说这个事应该没几个人会信 但是我永远记得2013年4月25号这一天 和我的一个同学 他叫潘博文 他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他说我是天津人 现在在上海当马农 拐T的 过着995的生活 9点上班9点下班 每周工作5天 他说这个诡异的事情 发生在6年前的 2013年4月25号这一天 这天周四 他是当时天津非常有名的一所高中的高三的学生 4月25号这一天上午第四节课 就是他们高三的最后一节体育课 体育老师就跟他们所有人打了招呼之后 就开始自由活动了 他们学校的体育课 和咱们学校的不太一样 他们是选课的 就是你想上什么项目 你可以选 比如篮球 足球 什么瑜伽 武术都能选 他选的是羽毛球 所以上这个课的全都打羽毛球的 可是高三还有体育课吗 不都给换成其他主课的 对 老师打完招呼之后 就很多同学回去继续自习了 然后他就觉得应该放松一下 于是就和他一个同学叫小温 两个人开始打羽毛球 打着打着就觉得有点热 特别的晒 就发现旁边有个宿舍楼 他们这个学校原先所有的学生住宿了 后来呢 全部变成走读了 没有人住宿了 那个宿舍楼就空下来 这个宿舍楼前面有个阴凉地 而且他发现啊 他应该是一人 在这个阴凉地正在打球呢 这个人就是他的同学潘伯文 他和潘伯文啊 不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是初中的同班同学 而且两个人学都挺好的 当时在初中的时候 都是英语课代表 这个潘伯文 当时和他的一个同班同学 两个人在打球 潘伯文那个同学叫L 作者看到他的这个初中同学 就马上跑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 说哎 潘伯文 好久不见呢 聊了几句之后呢 这两所人就都在这阴凉地 在打渔黄球 一开始呢 就是作者和小温聚集在那儿打 然后潘伯文也和他的同学在那儿打 打着打着又换来换人 就是作者呢 跟潘伯文打 然后小温跟L打 你没有查一下 4月25号天津那个地方的天气预报吗 怎么了 能不能来 那天有没有风啊 下面下雨啊 啊有道理啊 反正我们家那个地方 能打羽毛球的时候很少 在外面是吧 嗯 风很大 大连也很难啊 大连风很大 来了 4月25号 哎呦 风不小啊 西北风 西北风4到5级 挺大的风 想打羽毛球就很难是吧 你注意到关键 好 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了 作者就和潘伯文在那儿打嘛 潘伯文一发力啊 也把这个球啊 打到了这个宿舍楼 一楼的通风口里边去 他这个宿舍楼很老啊 有地下室 地下室没有窗户嘛 就会有通风的窗口 然后之后那个球就掉到这个口里边去 这时候呢 这个作者就稍微有点为难了 因为这个球啊很贵 是个比赛用球 他就有点不舍得 但是呢 这个楼啊 通常是锁着的 也进不去 所以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就走到那个宿舍楼门口 发现 哎 门没锁 一推门就进去了 他就想进去捡 就是潘伯文跟他说 说既然是我打进去了 我去捡 作者说啊 这样吧 咱们一起进去 那个L啊 就是潘伯文的同学啊 他就特别想进去 说咱三个一起进去 于是呢 他们就把小文留下了 看盘 他们三个人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这个作者说里边啊 就稍微有点阴森的感觉 但是不爱 因为当天是大晴天 而且一楼啊 光能照进来 其实不爱 但是能闻到什么 就是一种化学药品的味道 几个人进去之后呢 很快找到楼梯 要从楼梯下到地下一楼嘛 发现这个楼梯这个地方堆满着桌子 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这时候作者就有点大醋 也不想下去 但那个L就说 哎呀都到这咱就下去呗 马上就从那个桌子翻过去 就下去了 这么一看的话 潘伯文和作者呢 也就下去了 他说一下去是一个厅 厅对面有个门 这个门是开着的 他通过这个门 看到对面是一个走廊 这走廊尽头有亮光 据他们按照位置的分析 那个亮光的地方 就是窗口 也就是他们球掉进来的地方 所以只要走到那个亮光 就可以拿到球了 当他们正准备进门去 找那个球的时候 潘伯文突然说 哎呀糟了 我的钥匙没有了 什么钥匙啊 就是他都得揣着个钥匙啊 哎呀 是不是我刚才翻楼梯 那个桌子的时候 吊着 于是他就决定回去找钥匙 那作者就说 这样子 你去找钥匙 我们去拿球 回来 之后我们在这会合 于是L和作者两个人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 就觉得这里边有点阴森恐怖了 然后对面有亮光 所以他俩就渐定渐定 走得越来越快 开始跑 哎 就跑到那个亮光 突然发现那个亮光不是窗口 而是另一个门 他们从这个门一出去 发现是个楼梯 从这个楼梯跑上去 哎 发现一到这个宿舍楼外面去了 当时两个人喘的不行 这个门出来之后 正对一个小学 只要那个小学 小学生都放学了 家长都来接 就说明他在这个楼道里边 待了很长时间了 其实 都下课了 两个人马上就转到了这个楼前面 发现这个小温已经不在了 两个人就回教室了 小温在教室里边 作者就马上找小温说怎么回事啊 小温说你们俩那么长时间没出来 我就拿着牌回来了 作者一看这个牌里边没有潘伯文的牌 就是潘伯文的牌拿去了 小温说潘伯文死了 这个时候作者就想 是不是小温把潘伯文牌弄丢了 他故意装作不认识 于是就和小温还发生了一些争执 那么接下来呢 作者就去找这个潘伯文 潘伯文是石板的 正在他去找潘伯文这个路上 碰着了L L也来找他 他就发现这个L状态很不正常 L有点歇斯底野 就跟他说 所有的人都没有听说过潘伯文 当时这个作者就说 咯噔噔一下 这他两个人在傻眼的时候 这时候有个老师就走过来 而且石板的同学就出来 就L他们还有潘伯文他们的同学出来 这老师就问怎么了 这些同学就说 说这个L今天中午一回来 就问所有人 说这个潘伯文哪里去 所以没有人知道潘伯文是谁 这个L就觉得所有人都发了神经 而所有人都以为L发了神经 可是高考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出现精神疾病 是吗 原来中考的时候吧 就是突然有一天 一个学习挺好的学生 脑子就出现问题了 他一问潘伯文哪里去了 不是 他就会自言自语 就是明显看是精神上出现问题了 然后在那天之后再也没见到过他 他就没有再来了 没有再来 一直都很正常 可能就是学习压力太大了 没错 这个事情跟这个有点类似啊 这个时候作者就马上跑回了宿舍楼 发现宿舍楼的门锁着 也就是说他们按理的时候应该是进步区 他说他两腿一软 脑子嗡的行 后来他冷静下来之后呢 下午还去找了体育老师 因为体育老师那个名册里应该有潘伯文 结果发现里边也没有潘伯文 体育老师也不认识潘伯文 他们是穿越到平行时空了吗 这有几种可能一会儿我们分析啊 后来到了晚上 老师呢认为L啊精神出了问题 于是打电话让他家长把他接回去了 跟你那个同学差不多 这个作者吧 他就没有表现出那么夸张了 但是他内心坚信 他和L是一样的 他认为潘伯文是存在的 放学了之后啊 作者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来 他有潘伯文的QQ 马上准备拿起手机 打开QQ 发现手机没电 他就跑回家 打开电脑 登上QQ 发现啊 首先L已经从年级组的群里被踢出来 因为L不停的年级组里发潘伯文的事情 而且这个L给他留了上百条留言 作者呢 马上就搜索了一下好友名单里边 没有潘伯文 拿出村中毕业照 上面没有潘伯文 打开同学路 里边没有潘伯文那一页 他都记得那一页在哪 但那一页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后来这个作者啊 就跟他的家人也说了这个事情 说我确实也不同意一个潘伯文 L也没有发疯 于是家人马上就带着他去医院 他的姐姐是学医的 我不就是被我妈带去医院 你也被带去医院 就是我说晚上睁着眼睛看见东西 家里人都是这样 很紧张了 是吧 你去了医院 医生就会给出你答案 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 对对对对 这个医生也是 这个医生看的时候就说可能是高考压力太大了 对对对 过这段时间可能就好了 那么后来呢 这个实班的班主任 也就是L和潘伯文他们班的班主任来找了这个作者 说你以后不要和L走得太近 他现在情绪特别不稳定 你们两个人也就不要折腾了 是吧 作者也确实说他们渐渐渐渐也恢复平静了 不去想这个事情 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 最后高考的时候呢 这个作者没有发挥好 但是呢也考到了西南历所重点大学 小温呢考到了北京历所大学里面 而L呢发挥时长 考入了本地理工大学 大理理工大学 不是不是理工 马省好不好 据作者说潘伯文学习非常的好 按照他的成绩是可以考入清华北大的水平 你不还是说你本来也能考入清华北大的吗 当然了 如果我们没发挥时长 在作者记忆当中 潘伯文是一个身材偏瘦 戴着眼镜 皮肤白皙的人 小学在哪儿小学 初中在哪儿中学 他都知道 而且作者知道潘伯文的生日呢 是1996年的8月18号 所以他才在2019年的8月18号发出这表演 他怎么会记住他的生日 他对这个人了如之掌 是他虚构出来的吗 你说到了一种可能性 刚才18号 你说全助龙的时候 是吗 那么作者说 他和潘伯文在初中的时候关系特别好 两个人经常一起放学回家的那种的 但是不住在一个地方 他记得潘伯文家大概在什么位置上 初中毕业暑假的时候 他还去过潘伯文家一次 就只记得大概在那一片 他还去找过 没有找到 他记得他家是一室一厅的 他的父亲是个国企的员工 他的母亲在当地的一个百货商店卖化妆品 他为什么记得这个事情 因为他母亲曾经送给他姐姐一套化妆品 而且两个人有时间就一起打游戏 潘伯文还经常用他的话打 潘伯文喜欢听什么歌 喜欢哪个球队 他都记得 他说高中之后 潘伯文就变得很低调 因为两个人不在一个班 所以相对联系也比较少 他记得有一次潘伯文跟他说 他在政治课上写数学作业 被老师抓了 然后批评了一顿 而且在高一的时候 两个人还一起去看过一场足球赛 是天津泰达队对墨尔本胜利队 最终一笔一提平 他都记得 到此为止 就是潘伯文时间这篇文章 这个文章出来之后 倒霉一下就炸了 就是渐渐渐渐的在升温 看到这个文章的人 就不断地在讨论究竟发生了什么 很多人怀疑这个文章是杜传出来的 作者是个写手 像写小说一样写 但作者回应说 我又不靠这个挣钱 我为什么杜传这个事情 他强调 我只是对潘伯文这个人无法忘回 所以在他生日之天 写了一篇文章而已 你们怨信不信 后来作者为了证明 他说的是真的 还公开了他和L两个人的微信对话 这个L上来就跟这个作者说 我觉得你应该去医院看看病了 L说的 对对对 他说我们班哪有什么潘伯文呢 说到这个时候 就所有人就会觉得说 这个作者可能真的是有问题 但是接下来的对话 你会渐渐觉得 意思有点不一样 接下来这个L 就不断地劝作者说 你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找个老婆 好好上班 赶紧挣钱 happy的生活下去 不是更重要吗 然后强调说 潘伯文这个事情 你不要再追究了 相信我没有结果 都不愿意提了 咱就别叫唤了 他这个咱用呢 就让人觉得 他只是一种无奈 没人相信 所以他就不再说这个事儿了 而不是他不知道潘伯文 那他这个微信的对话 不能是自己一个人发的吗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就说L这个人存不存在 成为一个焦点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杜撰的话 可能性也是有的了 而且两个人合伙杜撰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那么如果咱们不考虑 他是杜撰的可能性的话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首先比如说曼德拉效应 曼德拉效应就是一部分人产生了和其他大部分人不一样的记忆 而这个事情呢就是小范围的一个曼德拉效应 两个人产生了和其他所有人不一样的记忆 但是曼德拉效应最起码主人公或者这个事情 本身是存在的呀 就是曼德拉效应不会从无到有了 都是有形式不一样 他这次从无到有 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就不太像曼德拉效应 那么除了曼德拉效应之外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平行宇宙了 就是说他们在进入地下室那一刻 作者和L两个人进入了另一个平民时空 一个没有潘博文的平行室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作者和L是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潘博文嘛 在他们原先这个世界他们是有潘博文的 他俩是从别的时空来的 但是他来归来 这个世界还有些人认识他 他的同学什么家人都有的 这就很难说了 就是说这两个世界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潘博文 那潘博文就太特殊了 如果考虑到潘博文这个特殊性的话 就有可能是宇宙审查观制度 这个以前我们讲过 当然如果潘博文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话 宇宙审查观就会尝试 把他的所有存在的痕迹磨杀掉 那为什么不把他们两个的记忆抹杀掉 然后在那一刹那 他们两个在那个底下 对 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他来记忆被保留下来 那潘博文为什么是被删除的对象 因为学习太好了 可能就是太帅了 太帅都会被干掉吗 所以多多数数还得留点不帅的地方 不能学习太好 不能学习太好 能达满分才不达满分 省了被宇宙审查观盯上 当然这个事情 其实和我们前两天讲的花笛马第三语言特别的像 在花笛马的第三语言里边 就三个小孩看到圣母 这个圣母和潘博文的感觉是很像的 但是最起码给了一些那个大太阳的启示 对对对 这什么都没给 后来这个事情不断的发酵之后 在2021年的1月17号潘博文就上了微博热搜个第二名 相当厉害 可能是出于各种压力吧 作者就解除了秘密 发文澄清 解除秘密也是显示了他的网名 他的网名叫横锦卧石 他在他的澄清文中说 说没想到这个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给他的学校和他认识的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他再次澄清 潘博文是他幻想中的伙伴 幻想出来或者被称作叫猪八 猪八这个词我一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他说他在初中的时候 因为爱出风头后来被别人欺负 而且老师可能也不太喜欢 于是他就被孤立了 原先和他很好的一些朋友都和他断交了 那么就在这些人际关系的压力之下 他想象出了一个好朋友 叫做潘博文 这个人和他聊天和他一起玩游戏 初中之后潘博文就一度渐渐消失了 最后在高三出来了一下 跟他打羽毛球 到大学之后 这个潘博文就几乎没有再出现 后来在2019年8月18号的时候 他又突然想起了潘博文 于是就写下了这篇文章 他强调他没有多重人格 只是在现实生活中 不断地遇到一些挫折和失败 所以他就沉浸在自己构建了一个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 他每当想逃避现实的时候 潘博文就会出现 来正当化他逃避现实的理由 比如说他想玩游戏的时候 潘博文就出来和他一起玩游戏 想看球赛潘博文就会陪他一起去看球赛 挺好的呀 有种自我保护技术 没错 更夸张的是他强调 小温和L其实也不是他的同学 小温是他在上海认识的一个打球的球友 而L是他另一个朋友 不是他的同学 不过他所在的高中也都是真的 所以有人会去查 会去查 也就是说他从初中开始 受到了各种压力之后 创造了潘博文 后来潘博文就一直陪着他 一直到现在 好 现在我就给大家几时 什么叫猪八 猪八其实就是他说的这个幻想出来的朋友 这是一个佛教用品 来自于叫藏传佛教的秘宗 这个词的意思本意是化身 幻象 后来延伸出很多的意思 召唤的 现行的 这个是在藏传佛教中曾经存在的一种能力 就是通过意念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一个东西的能力 这个东西甚至可以是一个灵魂 或者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人 特别像什么 火影当中的 召唤兽 召唤进去灵兽 其实用意念创造出来 那不是真实存在 他给召过来了而已吗 是他创造出来的 不是你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啊 他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就这种 还有阴阳时中的世神 青龙 白虎 猪雀 玄武 这东西不都是召唤出来吗 用意念召唤出来 强大力量召唤出来 来帮你打架什么之类的 而且这个事情特别类似什么 现在那个AR技术 增强现实 Pokemon GO 在现实世界投影出一个东西 别人看不见 就你能看见 当然 这种召唤的技术强大了之后 不光你能看见 别人也能看见 不是投影仪吗 对对对 3D投影 现在应该没几个人会这个基础了 有机会你给大家召唤两个 其实我是你召唤出来的 召唤出来一个人 不停地讲不误什么 现在主要认为 这个猪疤就是一种心理现象 还不能定义为疾病 还没到疾病那个程度了 就是人们幻想出来的 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 所以也叫人造灵体 哇 好高级 是不是 但大部分情况只有你能看到 别人是看不到的 就是你跟大部分人不一样 你就是有病 也是有道理 这也许是一种超能力了 这个有点类似于多重人格 但多重人格就已经到病那个阶段了 我们在多重人格的影片里说 24个人格的比例 他就能看到他所有的人格 站在一个房间里面 他就能看到这些人格 但是他这样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对 这个人不会 多重人格和他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他还能分清自己和对方 而多重人格 是你现在人格都能替代自己 当你幻想出来人格能替代你的时候 就变成多重人格 还不能替代的时候 就他还是他 你还是你的时候 这个就是猪八 就是一种现象 这个很厉害啊 那当然了 这不是大招吗 大招 绝大招 当你叫出来的现象 别人也能看见的时候 那就是无敌了 大家注意 猪八这种能力和想象是不一样 想象只存在你的脑海就走 而猪八创造出来 是存在在现实世界里 它的一举一动 它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但是你不觉得 所以有点像梦一样 梦里边所有的人物 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他说的话 他的动作 他做什么事情 也都是我们想象的 但是我们不觉得 现在猪八这个现象 最多的就是假想朋友 就想象出来的朋友 当然不局限于朋友 有可能是家人 有情侣什么样 有 而且假想朋友 都出现在儿童身上 就是现在有很多小孩子 他没有人照顾 他没有人一起玩 他特别孤单 于是就想象出一个朋友 跟他一起玩 他就不会孤单了 所以猪八这个现象 其实是有极其意义的 它能够缓解很多儿童的心理压力 而且小孩的这种 假想朋友现象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渐渐渐渐渐就忘却 他就不记得了这个朋友 所以说实话 我们小时候也可能都想象过 这样的朋友 只是我们现在不记得了 就是你现在想起 你小时候有哪些朋友 可能有几个 根本就被你存在过 太吓人了 那么成年人由于生活压力太大 或者是被孤立 也会产生假想朋友 而成年人一旦产生假想朋友 就永远不会消失 他不是时时刻刻在你身边的 当你又有压力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 一有压力就会出现 他为什么那么需要一个朋友呢 就是强大的心理压力 需要缓解这个东西 你至于自己的假想出来 就是说你当有心理压力的时候 你就想向别人倾诉 但没有倾诉对象的时候 大脑为了缓解你一个压力 为了救你 于是创造出这么一个东西 是大脑创造出来 其实人想产生假想朋友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人是很清醒的 很难产生幻觉 你懂吗 需要长时间处于 无法分清现实和幻觉的 这么一个状态才可以 达到一定境界才可以 对对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所以大部分人 其实不用担心 会产生假想朋友 但是小孩子他不一样 一方面自我认知能力不是很强 再一个就是 小孩子都有娃娃 你知道 要产生现实的想象 通常需要有一个 具象化的对象 而这个娃娃就是一个 很好的东西 就是你单凭想象出来 跟娃娃很难 但是你手里拿着娃娃 你就想象他会说话 就容易一些 所以你经常会看到 小孩子跟娃娃说话 其实就是已经 在他的脑海中 对这个娃娃产生 他的人格 换句话说 这个娃娃在他手里 就已经活了 不过呢 我们看到小孩子 跟娃娃说话 并不害怕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看到 一个成年人跟娃娃说话 不用说跟娃娃 不太能看见 跟空气说话 相当恐怖 对不对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 有和空气说话的人 大家不要觉得太奇怪 那是他正和他的世神在交流 这么想就觉得很酷 对不对 当然我看到网上有些人 想利用这个技术 去创造一个假想女友 因为一般假想的都是 你希望她是这个样子 所以相对来说 是比较完美的 而且这个女朋友 只有你自己能看到 而且她也确实存在 好似挺好的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假想女朋友 一旦产生了 就永远不会消息 你想跟她分手就难了 但是你想出来 她是完美的呀 但是实质上 她并不完全由你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 她不能让潘伯文 说来就来说 走就走 是你创造的 但并不完全由你控制 所以你这个假想女友 可能在你睡觉的时候 就站在你的床头 这么看着你 你却没有任何办法 那也是我想象出来 你在讲故事吗 没错 这些都是你想的 你只是借我的嘴 讲给你听 这样你就觉得有意思 不然你自己都知道了 你就没意思了 不过我是觉得 火影的那个 kuchiyose 那就是很厉害了 那当然了 知道吗 招出一个能不能大的 啪就招出来了 我想象你那招 创造你怎么住吧 是吧 在我困难那边 不要学气的 可是我现在可能很难 召唤出来那种 很难练成了 为什么 因为我老公呀 我想要的技能你都有啊 创造出了一个无敌的工具人 我这不需要虚拟的了 其实人有这种能力 根本不需要创造虚拟世界 人的大脑已经很完善了 我这属于比较低级阶段的 叫什么 就这是谁 还低级阶段呢 你是实神 你还不需要 我还不需要 你会被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